前進國造洩密案 南韓警方追查 大雨造船海洋公司前員工 涉嫌將內部的技術外流 韓國防衛失業廳也表示 目前查無向臺灣輸出相關裝備 或是技術的許可記錄 韓國經濟新聞報導 是臺灣親中立委舉報 瑞瑩就點名是國民黨立委馬文軍 而前海軍顧問郭喜 今天就出示了韓國SI公司 負責人的聲明 強調沒有將機密資料 洩漏給臺灣 也質疑馬文軍將資料交給中國 而馬文軍今天也回籍 黃曙光和郭喜 假造船之名到全世界遷密 潛艦國造恐怕會淪為國際醜聞 台船打造首艘國造潛艦海昆號 洩密風波延燒 南韓警方追查 大雨造船海洋公司前員工 涉嫌將內部技術外流 用在海昆號上 韓國防衛失業廳表示 目前沒有向臺灣輸出潛艦相關裝備 或技術的許可記錄 正與相關國家積極合作 防止國防科學技術外流 韓國經濟新聞進一步報導 設計圖外流是臺灣親中立委舉報 民進黨團點名就是藍尾馬文軍 連國際的媒體都要把馬文軍 冠上親北京的立法委員 為什麼要冠上 就是因為你的所作所為 就是北京要的 你的所作所為 就跟北京的利益是相同的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 臺灣跟世界各國合作發展潛艦 是基於默契跟保密協定 各國冒著被中共經濟制裁風險 協助臺灣 卻被親中立委出賣 是叛國行為 前海軍顧問郭喜五號出示韓國SI公司 負責人帕克的聲明 強調絕對沒有將韓國潛艦機密資料 洩漏給臺灣 也對於臺灣立委 將機密資料交給南韓 表達遺憾 我們潛艦用的裝備 也跟韓國沒有任何一樣相同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用韓國的潛艦資料 潛艦的機密設計 我們希望馬文軍立刻辭選 郭喜也質疑馬文軍將同樣資料 交給中國國台辦 對此馬文軍回籍 郭喜言論不值得回應 反控潛艦國造召集人黃曙光 郭喜假造艦之名 到全世界盜竊機密 民進黨造艦 照到偷竊他國的機密資料 這個丟臉丟到國外 要趕快查辦 而且趕快危機處理 扭轉國家的形象 馬文軍表示南韓報導落出時 潛艦國造恐淪為國際醜聞 要求國防部啟動危機處理 調查我方人員是否涉案 澄清立場 記者黃曙杰 張志佳 台北高雄報導 今天早知道